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称目前还没有到买房的最后时机 买家都在等房价跌 萨西尔贾吉是REMAX旗下的一名房地产经纪 不过他与普通的经纪不一样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房地产投资者 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贾吉在大多伦多地区拥有17套房屋 全部都是低层单户型住宅 就是独立屋 半独立或连派别墅 价值高达2500万家元 不过贾吉还没有满意 称还要继续购买多伦多的房子 贾吉的买房投资策略是在多伦多的怡桃壁谷 北约克和其他核心街区购买破旧的单户住宅 例如他会买一栋破旧的平房 然后翻新主楼层 并建造一个合法的地下室公寓 这样一栋房子就变成了两个单元出租了 但是 尽管贾吉先生对投资房地产充满了热情 但他最后一次购买是在2021年1月 那时他已经开始担心多伦多的房市会变得过热 贾吉对当前市场观望的态度 因为他认为房云紧张和房价稳定意味着现在还不是买家抄底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多伦多10月份的销售量比9月份路德小幅反弹后 11月份似乎再次陷入低迷 11月依然是一个光贸月 纵佣17套房子的贾吉先生说 他说 卖家坚持他们的要价 因为他们正在观察房市低潮是否会过去 房价是否会在新年反弹 就贾吉而言 他正在寻找更多房主 因高利率而负担过重的迹象 他认为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投资者可能能够以比峰值低30%或40%的价格抄底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房价很低 他不建议在未来三四年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 贾吉先生密切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寓楼花 该经纪人表示 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劝诫自己的客户远离楼花 很多人当时以高的离谱的价格购买了楼花 他说 现在楼盘项目即将完工 很多买家将难以获得抵押贷款 如果现在没有看到大量的低下抛售 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贾吉先生说 尽管如此 他补充说 投资者还需要在这个立基市场谨慎行事 尤其是在高端豪宅和翻建市场 许多建造豪华昂贵房屋的人受到的伤害最大 最后他们可能不得不亏本出售 加拿大警方最近捣毁了一个洗钱犯罪组织 这被认为是近年来加拿大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 这一消息来自于阿尔伯塔省执法反应小组 和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史无前例的调查 作为收集者项目的一部分 七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和指控 其中四名来自温哥华和三名来自卡尔加利 警方表示仅在一年内 调查人员就发现了2400万元的现金转移 此外共有1600万元与银行账户 持有的房地产和车辆有关 所有这些都被置于刑事限制之下 该集团的洗钱活动可以追溯到至少2013年 Alarm说 2018年7月本应该计访温哥华的100万元现金 在卡尔加利被截获后 收集者项目开始了 当时Alarm和加拿大皇家骑警 依靠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的情报 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 据该执法小组称 该洗钱集团经营虚假银行分行 这些分支机构持有大量现金储备 并允许有组织犯罪集团 在规避银行机构和政府部门发现的情况下 利用其服务转移资金 执法机构说 洗钱活动主要与贩毒收益有关 总共有71项针对该洗钱组织的形式犯罪 正在被起诉 这些指控包括参与犯罪组织 对犯罪所得进行洗钱 以及贩运犯罪所得财产 Collector项目涉及警察机构和其他团体的合作 包括卡尔加利警方 CRA Fintract VPD 多伦多警方 爱德蒙顿警方 哈密尔顿警方 以及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RCMP BC省投机和空置税在2021年共征收超过7800万元的税款 其中温哥华以1900万元为最高 列治文735万元 紧随其后 西分658万元 排名第三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BC省投机和空置税在2021年共征收超过7800万税款 略低于8000万元的预测 其中4400万元或近57%来自外国业主和太空人家庭 这笔钱用于在征税的社区建造经济试用房 若以城市划分 温哥华市业主缴交超过1900万元的税款 位列第一 列治文业主支付超过735万元紧随其后 而西分的业主支付了658万元 排在第三 该税项于2018年推出 旨在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 它使用税收来鼓励业主出租或出售空置房部 外国业主及附属家庭的税率 为房产评估价值的2%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税率为0.5% 总体而言 全省2021年缴交税款的业主比2020年下降了4.3% BC大学尚德商学院房地产专业教授萨摩威尔表示 纳税人的减少是惊人的 这表明他正在继续将闲置房产转移到租赁池中 据North News报道 省府报告显示 西温缴交税款虽然在全省所有城市中位于第三高 其人口规模却是其他高缴税大户社区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在西温15500多处的房产中 只有146处房产被征收投机和公置税 而较大的城市则有520至860处房产的业主 在每个房产中缴交了款税 这意味着西温平均税费要高得多 因为那里的房屋估值是全国最高 而且有更多的单户住宅 安省省请派出两名卧底 经过8个月的调查后 成功捣毁了4个有组织的犯罪网络 起诉两名Brandford男子 法官近日在该案的审判中 两名卧底出庭坐镇 他是在加拿大轮胎店Canadian Tile的停车场 花了11000加元买到了60个手榴弹 每个手榴弹几180元 根据卧底的证供 2020年12月17日 这位经验丰富的卧底警察 在汉密尔敦郊外镇上的一个加拿大轮胎停车场 完成了这笔交易 为了保护卧底探员 除了大法官大卫哈里斯之外 所有人都看不到他的脸 他是警方派出的2号卧底 他在庭上向法官描述了 以1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60枚手榴弹的经过 另一名被确认为1号警官的OPP卧底警官 也在大屏幕后面作证 他也是只有法官才能看到他的脸 法院获悉 这些手榴弹是由斯伯尔丁用摄影师 通常用来携带相机和镜头的硬塑料壳进行运输的 当卧底警察在停车场进行交易时 有人驾驶黑色的SUV似乎正在监视他们 最后这辆黑色的SUV与嫌犯所驾驶的福特小车 同时离开了停车场 经过多个月的调查后 2021年3月9日 安省警方共执行了11项搜查令 其中4项在Brandford 其他在安省的Ankester 伦敦 巴黎 Paris Saint Thomas Auclant 最后成功捣毁了安省南部的4个 有组织犯罪网络 共有10人被指控犯有268项罪行 其中一名就是和两名卧底交易的疑犯 警方总共还缴获了81枚手榴弹 两个榴弹发射器 二号卧底警官在法庭上说道 我基本上是在扮演一个活命幸存者 最后致敬所有这些为百姓安全 而每天出生入死的无名英雄们 最新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 约一半的加拿大国民在过去的一个月 因为经济出现压力而失眠 根据research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有一半的加拿大人承认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月 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变得难以入睡 相比2021年5月的同类调查 失眠率上升7% 调查结果也显示大多数加拿大国民的睡眠时间不足 64%的加拿大国民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 低于加拿大卫生部的睡眠指引 该指引称7至9个小时为最佳的睡眠时数 全国睡眠时间最低的省份是BC省 仅有28%的省民达标 民调专家坎赛科分析 18至34岁的加拿大国民中 有40%的受访者因就业问题而失眠 35至54岁只有33% 55岁或以上的长者有14% 另外家庭关系及人际关系 也成为加拿大国民的失眠原因 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国民称 他们对人际关系及家庭关系感到担忧 导致他们难以入睡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